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应该有几个会与官员有关的 第一个就是Institute of CloudWorks 他们叫做CloudWorks 这是一个会 其实他们很多成员都在建筑工地负责做监工 我们的行业叫做CloudWorks 譬如说检验Coupleur 都会是这班朋友我们负责做 其实他们本身是一个行会 亦都去批出这个会籍是一定要求的 还有当你入职要做CloudWorks的时候 在某些地盘区 除了你已经读过某些书 去到某程度 你在那个行业的时间都是一个考量 所以亦都引申第二个问题 现在地盘很多驻地盘人员 他们可能因为公务工程开始少 他们接受不了自己的牌 就会有这些忧虑 至于再高一个层级 其实一般来说如果去到做Project Manager 这个位置 他们已经应该有自己一般的专业 可能他是工程师 可能他是策略师出身 亦都有可能他是受过其他training 比如可能Building Study 现在他们只不过想把自己的角色 突然显出来专业化一点 这个我觉得不是坏事 但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现时整个管理制度上面 其实挺完善的 你说有优法可以的 但不是多 因为如果你再加藏店屋 其实对这件事没有好处的 只是签文件 或者take form 就看不到真实 至于你说 在一个人事的安排上面 其实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无论你的出身是什么 你在一个地盘做得PM 你已经有个专业操手了 当然了 如果能够有一个更进一步的 对他们的提升 或者是诸易积聚